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到基層 把党的工作延伸到群众当中 如果组织需要的时候 我一定会听声音说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现在已经是旁边大国 应该加入一个新年组织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教会了我 什么叫做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 速度的变化也见证着 我们中国铁路的变化 目标速度320 注意空速 限速120 人数115 能驾驶中国最先进的动车铺 一直是我的梦想 也是一份荣誉吧 我叫钟林玉 今年38岁 是成都铁路局 重庆纪物段一名动车司机 出品号是中国最先进的动车铺 它承载了很多铁路人的梦想 国家十四五规划 重点提到了成鱼双城经济圈 要实现成鱼双城计的话 我们复兴号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只有缩短时间 才能让两个城市的人 没有距离感 以前我们回成都的话 得坐一晚上火车 可能一点也就回去一次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实现动车公交化 拉近了双城的距离 安全正点顺利地完成每一次任务 必须要有责任心 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 不光是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然后还要起到带头模范作用 你刚发露到动车司机公里 出去 我名叫钟思义 我在大的狗火车站呢 干过半导院 联系院 调车院 2017年12月退休 我都是重庆公务团大集体的移民之工 03年退休的 林与 makes time to visit his parents they always cook his favorite dishes and the three always talk shop 我们家是铁路私家 从小我就在铁路边长大 小时候是和外公一起长大的 经常听他讲他们原来修铁路的故事 解放过后 国家发起要修中备第一条成瑜铁路 是1950年 因为我们父亲当时是22岁 又正式连福利强 他都拥有的报名了 以前爷爷和外公修成瑜铁路的时候 开山放炮 肩挑背卡 风吹日晒雨淋 因为我们这边数到南越上青天 成瑜铁路全是人工开造出来的 他们全部是靠尖条背墨手挖 一箩筐的石头或者泥土盘出来 然后才打通了一条隧道 是很辛苦的 他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 都为了中国的建设 做出了不可莫名的功劳 我几十年在铁路上 我确实看到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 我们那个时候 五六十年代的那个时候 火车全部是蒸汽汽车 那个美颜只有 过隧道是枪四个人 那个真的是辛苦 跑了一趟车下来 脸板上只看得到 两个眼睛在转 全是黑的 然后我们那个铁火车皮上 那个温度六十几度七十度 手抓到那个腹肆上面 都是烫手的 我是02年参加工作的 当时候到纠缎的时候 就是上了内燃机车 现在只要六十二分钟 我们爸爸最早成一片通车的时候 时辅35公里 现在是350公里 真的是在非常的发展 我们全家有很多位党员 我外公和我父母都是党员 从小就在他们的熏陶下 奠定了我入党的信念 在2011年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党员 我们父亲这一代 为陈宇铁路做出了 他们引有的贡献 所以我们第二代来说 我们要承接父亲的那种光荣 然后要把我们父母和我们的 被里有两传统 要传给我们的认识 让他们继续发扬广大 这个沙漠里面只属祖邻 不是日帖聊天 日内聊内的事情 它是日笔子聊笔子 甚至塞死的人 才能做出来的效果 我们只得就像我现在知道 我打败我爷爷 他们付出了 但是我也有付出来 把我的青春留在这个地方 我叫顾斯 是古老学爸爸杀领潮的 第三代制杀人 这个树下来的十多年 才能找这么大 长起来才能真正的顾沙 大树了 他就把这个沙就顾住了 在沙漠里面 这一棵树 我觉得特别的不容易 因为从他发达到他求铁罗业 我都是明天都是开这堂木 他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 明这个树就跟我的面子黑子 他是有生命 你看这个它是活的 在你们不知道的人 觉得它就是这个 应该是干树 但是我们经常叫 叫人你看 就是小牙牙 它是活了 但是现在呢 怎么说呢 这个树 就活了 它就是以后的全球还对 树长大了 绿了 就是咱们家乡也变好了 绿沙本身 其实没有太多的经济收入 我们怎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对 这几年在这个林潮里面 就是沙漠距离好了 对小沙漠要效益 我在林潮里面 咬着了这个 鸡 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这鸡上什么时候建的呢 这个也是一八年 有鸵鸟 有鸡 还有鸭子 它现在一切多只鸡 但是有一部分母鸡 还是在下蛋呢 有鸡蛋呢 这个的榻下得拿来 三样的 这个蛋啊 对 是草稍 是草稍卖的 要好 我就失望 我们把沙漠止了好 然后更多的荒漠变成了粥 然后沙漠 然后荒漠 生出金袋袋 扩大这个养日潮的规模 来增加更多的收入 通过网络直播 我是干事生 古老师 爸爸沙林朝的德国代之杀人 我叫古艾高 这是我们这个 刘洛汉之杀之内官 这个人就是代表 上十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老人物之杀的朝鸡 当时他们还很年轻 对 上十三十四十岁 这个就是当时的刘洛汉 这个是我的父亲 那么他们的时候 之杀到里的时候 已经写的这个合同 老人物之内自杀军业 之内自杀军匪 应该说到时老人物 走得很劫心 那么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 这个就是刘洛汉的花校 这个也是我的父亲 因为老人物那个时候 经济条件很难 民主化个合一种 那么这个花校给我们画的一个 优化 画的非常的真实 没办法 你如果不自杀 我们就特地不不得 我们到时候的土豆都这么大了 一朝大风挂来 全都挂掉 没人的辞入 老人们少说 如果最不得了这个杀 我们就都拿了去 这位是父亲们 他们在这个土豆的军官 这个父亲们吃饭的 这个工资 你看都是他们军官的 很简单 Guo Wanggang said its father's genera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spirit of Daqing and DaZhai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one of the party's priorities was building the economy in the late 1950s huge reserves of oil were discovered in Daqing a song was written about the efforts to get it out of the ground Daqing in North China's Shanxi province was a model village for the battle against nature 15km of terraces were carved out of the mountains to grow rice starting in the late 1950s the CPC mobilized the people to develop labo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t was key in transforming new China into an industrial powerhouse Turkey If you were to make this Will draw a line It is big enough The formation of戌壤 This is the learning We career-only We've got it So the formation of this The formation of water found the octop After that, the iron we startedère to destroy the air The formation of the branches and our corn They created You can now , and we are to maintain the fire We are not We are 50% in the desert 从过去的从草部生沙漠到现在的日平日中 那么它不但保住了我们的土地 还保住了我们组地地出的生体环境 我觉得今后日定要日得解决日得盖下去 不漏了盖不动了 我们还希望我们的第三地第四地也要坚持下去 我们的沙的荒烧是从来到泼 泼面就是腾根的大沙漠 我们不断地努力对要扫这个泼面 要是造成日外的这个自杀党类人物 我历着去年8月20日 十几匹总书记在口岔盖宿街 转称来到我们把不杀领潮 总书记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我确实该开外风 习近平走过去向他们询问作业方法 并拿起一把开钩篱 同他们一起干起来 最深的印象就是 总书记他那个下车 说的一句话就是 这个小伙子是最年轻的 以后还要靠你们 我们领潮聊天的成立道志部 我就是道志部书记 我卸入到圣庆书的世界 是我打败 它是明日词 之后明天接我都说你入道车 导院在我们直杀国从来到中来 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所以我觉得我改了改改的事情 不要说是有多大的融入 我把我自己的事做好 因为我是啥 我是公财导院 只要有活着天 挑战融入 我觉得 我最为设计师清理了场合五号 从项目论证到探测器的研制 以及它的载载飞行 场合五号的出色 完成了我们国家的首次 地外天体的采样任务 每一个阶段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也让人非常的难忘 好 我叫刘涛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 我们的博士班组 它这个人员会动态的变化 但是整个人数 差不多维持在40人左右 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博士 博士后加入我们 平均年龄大概在35岁左右 他们知道本领域 最前沿的方向是什么 这个就给我们的创新 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在我们的讨论会上 没有学术权威 只有真知灼见 对我们来说 真正有益的 就是真实的数据 真实的实验结果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研发中心的党员的比例 大概超过了70% 我们博士班组 比例还要比资格更高一些 确实是党员承担的更多 但是在它的过程当中 我们并不会明显地去察觉到 我觉得中国航天的快速发展 其实是跟我们国家的 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同频的 现在每年我们光发射的卫星 就几十颗 再延的卫星 那更是一百颗来计算的 这就给年轻人 给了非常多的机会 回顾我们航天的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现在已经是航天大国了 而且我们正在向航天强国迈进 有一位前辈科学家 大家都是心怀崇敬了 那就是钱学森先生 人到中年 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祖国 当时我们国家可是还是个农业国 和现在完全没法比 所以钱森先生是一位有理想 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 我在十几年前还在读博士的时候 我的研究对象的方向就是交汇对接 而当时我去查相关的文献 大量的都是美国人 欧洲人的研究成果 但是经过我们十几年的研究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值得一看的文献 已经非常少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掌握了核心的 基本的核心的技术 我们所面临的难题 其实对大家都是难题 长河五号载轨 它完成了越去轨道的交汇对接技术 但是它执行的是 无人自主的交汇对接技术 对于我们以后要进行的再人航天 那又是不同的应用场景 因为有人会疲劳 我们就需要用快速交汇对接 去解决问题 对于火星 火星和月球不一样 它有稀薄的大气 从火星发射和月球发射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这都需要我们航天员 面对新问题去进行创新 去用新的技术解决新的难题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验场景 是我们为火星的着陆过程 构建了一个仿生环境 我们这个设备能够模拟航天器 三自由度的平动应用 三自由度转动应用 对于火星着陆任务而言的 近距离几十米这种的过程 是最致命的 而火星和地球之间距离非常的遥远 你要靠地面去指挥探测器 如何运行是不现实的 只能靠它自主 自主怎么办 这就对它的制导 导航和控制度提高极高的要求 设计阶段必须要进行充分的实验 去验证它的性能 全靠这套设备 对 它的整个实验过程 贯穿整个火星探测器的 研制了全周期的全国 航天它是一个高风险的技术领域 其中一个主要的风险来源 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在复杂的空间环境 而现在我们的航天技术的发展 已经逐渐迈向了升空 对于升空来说 它的空间环境就更加的复杂 我们国家的交互对接从无到有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掌握了自助教会 人控教会 还有绕飞教会 快速教会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几个 全面掌握教会对接的技术人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 非常的幸运 80后我们见证了 我们祖国富起来 到现在强起来 航天技术发展这么快 确实也给了我们机会 把个人的发展 和国家的发展 融入在一起来 对我个人来说 什么叫做航天强国呢 我就在想 有一天 我们写的论文 我们造了航天器 我们写的专注 成为了航业的标杆 国外的同行 要做相同的事情 他一定要去仔细地研究我们 然后呢 我们也创造了很多的人类利益 世界利益 看到一个卫星 从我们的设计的一个图纸 逐渐变成一个真实的卫星 然后再由火箭发射上空 自己的设计 能够变成对国家 对社会 对甚至每个个人 有用的东西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 我们工作的意义 我们有十年没见了 你没有想到 我会过来看完你的工作 没有想到 没有 是吗 就是平平平平平的 我叫张正亮 我现在在马边学科山小学教书 真的没想到 他先坐一坐 好好 这个村子 对对对 我先从这 那你先坐 好 现在的调整你刚才好 这个当时地震后的情景是吧 对 对 我们将来到樱坡 然后到樱坡 后来有一幕让我永远难忘 谢谢 张正亮说 这个全体验 已经教了他 如何生活 他以后我尽力祝到 我能帮助别人 我一定要帮助 因为如果这一次 不是别人帮助我们 我们就不会 有今天 就不会直到现在 那个时候 大家都气势都不高 感觉身边是很脆弱的 然后 我就想通过这样的敌声 给大家带来信心 因为经过那一次之后 我就感觉身边是脆弱的 感觉到深刻的感觉到 我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如果祖国有需要的时候 我一定会挺胜而出 然后我就想到 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回到我的家乡 为我们这个 偏远山区的教育 就是莫足贡献 平时我在我的教学生活中 就教育学生 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他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 却是亿万人民学习的典范 他功而忘思 舍己为人 在普通的岗位上 为他人谋求幸福 雷锋同志 雷锋同志 我教育我的学生 要热爱自己的家乡 热爱自己的祖国 长大以后 能够回到家乡 能够为家乡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学校有1,080个学生 都是这周边的正常的学生 meals are subsidized for all students so no one goes hungry 你学校最远的可能就是10公里左右 要住这么远的话 要多长时间能步行到学校 大约三个小时左右 这就是我们我的学生 去比希尔的家 平时上学怎么去 有些时候爸爸不在家 让亲戚带去 爸爸在家的话让爸爸带 像他们这样的老人 很多我们的县城都没去过的 你有没有离开过这个山啊 希尔 也没有是吗 其实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走出大山 然后学好本领以后 回来建设我们的这个大山 建设我们的家乡 最需要改变的话 就是他们的 转变他们的一种观念 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他们要从思想上改变 树立一个读书有用 走出大山以后 当我们把知识学好了以后 我们最终我们又回来 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那么如果在改变孩子们命运上 什么是最关键的呢 用知识改变 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希尔 你想做什么呢 想翻译年轮 这个道路是艰难的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来加入我们的这行 因为青春就是拿来奋斗的 我们也不怕苦 天赋越长 出处的力量 天赋越是 把握是多少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你知道人权与张 我相信我们这个文工团 一定能走出卡尔阳 走出卡线 走出我们卡线 在即将离开的日子里头 我想 我一定把这个基层的 学到的工作经验 这么好的平台 让我成长了积累的经验 向大家学习的知识 带回新的工作岗位 也恳请大家 像支持我一样 支持我们新来的书记 最后祝福大家 工作顺利 生活幸福 家庭美满 如果说将来大家到了 乌鲁木齐 也加强跟我们联系 我也表个态 虽然人走了 但是我们心还留在这 我叫熊七周 是塔县凯尔阳村第一书记 主要是从事脱贫空间工作 我们这凯尔阳村是塔县的一个 深度贫困村 大概有207人 贫困人口 都已经全部脱贫了 现在就是做美丽乡村振兴 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我们这坎尔阳村 面积是比较大的 是985平方公里 里面其中有这个 像这样的沙基林 大概有3000余亩 他这个怎么 这个长期生活在这高原 他这个与外界都比较封闭 但是他们这个感情特别质朴 就对人特别真挚 在这儿为祖国守住一方 敬服 守边数遍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变化 外在的肯定是村人村茂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内在的 我就觉得思想观念 改变了很多 这家里怎样啊 现在我们发展旅游产业 这两年收入咋样吗 两年收入可以 我们现在就春年呀 我们就旅游收入达到就一万五 我们看这个达尼二 现在那个文旅公司干的咋样 那可以 可以 除了这个护变员工资 两天六一个月 其他收入 在文旅公司拿的这些收入 加起来总共一个月有大概有多少钱 这都说能达到一万 这么年轻还是要学着文化 学着知识 把这个多方面发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让这个地方变了 只是因为来了一个书籍吗 即使不可能的这个事情 首先得预议 我觉得现在党的政策好 大环境好 再一个就是看怎么样把党的政策 能落到这个失策 轻人 was assigned to Karyang for three years in 2018 as part of the CPC's nationwid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he became a part of the village and it became a part of him What is it? 我的家人不小心。 他们肯定还会用个牙物。 也许是应该和你。 果然是孙熊姥。 Riyanik's son Adina says Secretary Xun helped them start a profitable sheep co-op. 工作時在高原上還是多保重身體 尤其這個老奶奶,你們把她照顧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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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香 好 Kar Yang is now a 4A-level national tourist destination Xiong hopes this will build connec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希望我們在這搞旅遊慘願,主要是挖掘塔吉克文化 然後我們現在村裡面,我們挖掘了有四張名片 就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歌曲的發源地 塔吉克新娘油畫的創作地 看星空看流星雨的好地方 畫家攝影家的采風地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這個雷哲邦先生 當年是創作花兒為什麼這樣紅這首歌曲的地方 他聽到一首古里逼他的時候 他閃燃了一下 晚上提著馬登在這個房間 踩遍了花兒為什麼這樣紅這首歌曲 這首歌曲代表了我們塔吉克族在這 為祖國守住西大門手邊樹邊的一種精神 其實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我們後面還有一新的意思 讓我們花兒永遠照顧民族團結之華 通過參與這場疫情的一個考驗吧 對自己的工作的價值和意義 有一個更深華的認識 我從來沒有想過就是全世界的人 真的會眼巴巴地盯著這個疫苗的問世 我要把我所能夠做的東西最大的轉化成功 能夠為國家以及為人民的健康服務的目標 武漢加油 祖國加油 我叫黎皓 我是一名從事新發突發傳染病流行病學研究的科研人員 我是張夢瑤 我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病原微生物和細胞生物學 科研工作這一塊可能偏孤獨一些 因為你是在跟一些你摸不到看不見的病原打交道 一個是解決重大科學問題 一個是解決重大急需 面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時候 我們能夠很快地鑑定它拿到這個病原 那麼才能為後續的抗體檢測 以及後面的疫苗研發做好前期的鋪墊工作吧 進入戰時狀態 軍人肯定第一時間要去到前線去 大年初二 1月26號早晨接到我們所領導的電話 然後問詢我願不願意去武漢參加這個抗疫工作 我當勞不瑜的答應了他 陳院士突然給我打電話說 孟瑤說前方人手還是比較緊張的 我是10點多接到電話 然後中午1點我就已經坐在高鐵上了 就是上了車之後發現整個車廂竟然就我一個人 然後拿著那個單位的介紹信 我找到列車長 我說我要去武漢出任務 我說你看能不能 武漢就是到時候就是停一下 然後讓我下車 然後我沒想到那個列車長就 啪就給我進了一個軍禮 然後就說我曾經也是當兵的 說小丫頭你自己一個人上前線 要照顧好自己 就是我沒想到的是 就是我路過那個一列列的車廂 然後每一個列車的列車員 都向我進軍禮 那一瞬間就是我真的是覺得 我身上的這個設備軍裝 它代表的就是老百姓對你的那種期待 然後因為這個病人的不斷地增加 對病人這個進行核酸診斷的確診 是一個最大的一個破解的需求 當時的形勢還真的是挺嚴峻的 做不到因減盡減 做不到因收盡收 這個病毒你控制不了 面對著不斷地化的樣本 我們感到可能我們有六個人能搬倒 都無法完成這麼大的檢測量 陳二世真的是特別有大愛情懷 他就當機立斷就決定說 所有的人手頭的工作 其他的任務全都放下 把核酸檢測作為首要任務 就是露氣袖子兩關擋 把它不能提供讓它賺起來 那麼很快的我們能夠達到日減兩千人份 作為一個從事傳媒科研人員 我非常希望自己的所學 能夠在這麼一個情況下得到應用 能夠做出自己一些貢獻 2020年的2月14號 我在方倉寫的《入檔申請書》 確實是我當時在那樣的情況下的一個真情實感 就是在情人節的這一天 我可以說是表白我的祖國 表白我的戰友 表白我愛的人 老黨員們在前面衝鋒一線 對我有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覺得應該加入這麼一個先進的組織 只有在關鍵時刻衝得上去 危難時刻活得出來 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今天一號同志張孟雅同志 成為我們共產黨員的預備黨員 對你們兩位同志來說 不僅是一個身份的轉變 更是一種責任的擔當 我自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我自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 我覺得這是一種榮譽 是一種讓我每次想起來都能夠 覺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吧 我入黨宣誓的那一天 同時也是我們的疫苗 一期臨床開啟的那一天 當時其實可以說 我們就是我們是世界第一針嘛 大家心裡都特別幸福 可以說當時是打了一個 階段性的勝仗 雖然我個人的工作很普通 工序也非常有限 但是千千萬萬不同崗位的人員 大家都在崗位上無私地奉獻 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我自己能夠成為這其中的一員 我感到非常的榮幸和驕傲 我覺得我這一路走來 確實還是挺幸運的 就我身邊的這些老黨員們 教會了我什麼叫做大愛和大意 同時我的戰友 他們教會了我什麼叫做清澈的愛 只為中國 我覺得面對這個不如前來的 這個新冠疫情 全世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吧 我們國家的科學家非常有擔當 我覺得就是人類健康命運共同體 這個在疫苗身上 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投影 現在我是一名 能夠駕駛中國最先進的動車主 副信號的動車司機 我感到很光榮 空氣空氣的路標顯得正常 正點開車 你覺得在你這一帶 能夠把巴布莎的這個環境 能治理到什麼程度呢 在我覺得就是 像父輩們摘下的這個樹一樣 能在我到幹不動的時間 像我兒子他們來 能在沙漠裡面 看見我種小的樹能開花 這個就是我最大的心願 我的最大願望 就是有更多的孩子 能夠走出我們的大山 長大以後 能夠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你我相遇看兒仰 踏著月色爬上山坡 你我才相遇看兒仰 下次烏龍牧齊也去啊 到家裡去啊 下次我再過來看你 爬上山坡 來 拜拜 萬首看見流星光 將小的舞台一定能走出卡爾仰 走出踏陷 走出我們踏心 最後祝福大家 好 謝謝大家 那我現在的感受就是 即將要離開 肯定是有很多的不捨 但是也對未來的卡爾仰 充滿了信心 我認為幹部下到基層 把黨的工作延伸到群眾當中 方方面面 角角落落 也是和群眾建立深厚感情的機制 科技本身是沒有國界的 但是科學家一定是有祖國的 太空呢是全人類的太空 就是我們希望了解太陽系 甚至銀河系 它的演變過程 追溯我們地球的演變的過程 共產黨這一百年走來 是從苦難走向輝煌 祝願中國共產黨能夠 永保青春 永患青春活力 繼續帶領我們 從勝利邁向新的生命 青春永住 光芒萬丈 永 learned 永歷 一艘小小航船 花破黑暗 從無愛沈沉 到紅日高養 我是熊熊火焰 照亮前路 十万千青年 燃烧的信念 我是钢铁一只 征服困难 从依旧迷奸 到该地换天 一棵百年大树 榨根泥土 它只翻野茅 它青春不老 我是真实笔报 我一拓起 在殿堂之上 在天更两旁 你想问我是谁 我就是你 我在你心上 你在我心间 天王 天王 滚滚滚黄沙之中 汗滴如土 用馒头青丝 换绿也无边 又有青山之下 不破泉上 绝不送铃 用花样年华 换万种换言 我世界 是必须是必须 是必须 在殿堂之上 在天更两旁 你想问我是谁 你甚至必须是必须 人民最美好生活的想法 就是我们的愤怒 把你拖起 在天堂之上 在天空两旁 我最愿的路上 我就是你 我在你心上 你在我心间 我在你心上 你在我心间